哈喽大家好,我是坎西 这位是 今天呢我们来辩论一下 就大学生该不该去大城市念书 做一个辩论 那我是反方 我的反方就是说 我认为大学生不该去大城市念书 你是正方 那我们今天来辩论一下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那这个规则是这样子的 我们分别一个人有一分钟的做开场白 然后再分别有三分钟最多 做这个过程的阐述 最后再一分钟结尾 那这样子算下来就是 2加上6加上2 就是10分钟一共 那我先开始 做一分钟的开场白 好的,我认为 大学生不应该去报考大城市的大学 这边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在自己的大城市读大学呢 这样子可以减轻很多生活上的压力 比方说房租就不用减了 就不用交了 然后生活上也可以跟自己父母一起住 这样子可以省很多钱 其次,在小城市同样也可以学得很好 同样有机会也可以进到世界500强 或者说进到一些很大的企业 就说大学之四年不一定要在大城市 去小城市读完之后呢 也有机会去到大城市 而且我觉得机会其实是很高的 其次就是说 很多人他不需要生活过得很精彩 过着生活平凡也是一种生活 这不妨是另外一种选择 对吧 不一定要过的是非常的有钱 在一个很平凡的世界里 过着很平凡的生活 也是一种选择 好,那还有几秒钟 那第四点就是说 我认为小城市的发展潜力也很大 小城市也可以发展成大城市 好,以上四点 开始 我这是去大学 去大城市上大学 是因为第一个 它的政策红利比较好 无论是国家对于这个城市的政策倾斜 还是对于高校的教育经费的拨款 都是比较多的 然后它的人来讲 人口质量来讲 就是说这群人 他们有一个特点 在大学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 他们都比较努力刻苦 你在这种条件熏陶下 就会是对自己一个比较宝贵的 一笔人生财富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对于独立性来讲 就是你的独自面对问题 独自解决问题 独自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 还有怎么去处理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第四个就是你的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 兼职机会会比较多 第五个就是看展览 一般大城市的展览 各种文化艺术熏陶的展览会比较多 反方三分钟陈述 好的 针对你说几点 我做一些简单的回复 在大城市你说教育资源多 对吧 教育资源确实多 但是你能享受到教育资源 能享受到全部的吗 那些能享受到教育资源的人 只是一些很顶尖的学生 我这边说一个大学生 并不是说那些很顶尖的学生 我是以一个大规模的范围来讲 那些拿到奖学金的 那些最有名的 我最成绩最好的那些学生 只占可能这个整个学校的百分之五以内 对吧 所以说他们那些人可能是有机会去享受到 学校最好的资源 不然的话呢 其实跟小城市能享受到资源 其实也差不多 其次 你说就是这个 去找一个好的工作 工作机会多 我反而觉得小城市工作机会也不少 你试想一下 大城市工作机会确实多 工作岗位多 你这边指的 对吧 但是呢 人也多 竞争人数也很多 在上海可能就是一个岗位 面临好几百个人去竞争 但是在小城市的话 可能一个岗位 一个热门一点岗位好了 也就几十个人去竞争 再好一点可能一百个 不会像上海几百个 甚至一千个人去竞争一个岗位 所以说在小城市的工作机会 并不会比大城市要少 甚至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其次 在大城市找到工作 他的生活开销是很大的 你说 就是说在学校住宿舍的这个费用 可能是跟其他学校都差不多 住宿嘛 都差不多 但是呢 一旦你离开这个宿舍的话 你干嘛 你这个房租得在外面租房 这个成本是很多人 可能一开始无法接受的 你可能在上海挣个 我们说好一点好了 一个应届毕业生挣个六千块 但是你的房租 可能就要交两千块三千块 再算吃的交通费 你所剩能挣的钱就很少 反倒是你在小城市 你可能每个月挣个三千块 好了 但是呢 你房租不用交 对不对 房租不用交就能省了很多钱 生活费的话 甚至还能再省 可能妈妈跟妈妈爸爸一起去做饭 吃一样的饭 这样子能省很多钱 对吧 其实你要算下来 可能小城市能赚的钱更多 因为你有这个房源 你有这个伙食也给你包了 对吧 其实你说就是这个适应能力 对吧 我不需要适应能力 有些人就在自己的城市 适应这边的生活就好了 我就在这边混 我一辈子就在我的小城市生活 也不妨是一种选择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真要去外面的话 你在这个小城市也可以学到 因为你去校园里面 也算是离开父母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你在校园里面住宿 对不对 你并不是说一定要住在家里面 你也可以住宿 这样子也是离开父母的一种方式 而且小城市也可以接触到 世界各地的人民 好 三分钟到了 我只能说这么多 正方三分钟陈述 开始 首先你去大城市 不管你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你都要去上学的吧 那上学你肯定是在 在乎这个学校的教学氛围是怎么样子的 不管就是 如果你说你要在小城市 你说说的你学校最好的资源 第一个我不知道什么叫最好的资源 因为大家都是上着同样的课 不会因为你成绩差 你就不开那门课 第二个 你就那么确定 小城市最好的资源 你能上 小城市最好的资源 能够比得上 大城市的高校的资源吗 我不否认有一些小城市 它的学校确实是很好 但是大部分 一般来说的话 大城市 他 给的经费多 然后他吸引的人才比较多 他老师相对来讲 他教学质量比较高 然后 一般来讲 那些国内外 比如说我们学校之前 诺贝尔奖 他就会选择来 你大城市 去学校里面去做讲座 不管是诺贝尔奖 政坛人物 或是各行各业出色的人 他都会首先去你大城市的学校 去你高校里面去演讲 不管你是大城市的二本 还是大城市的一本 你大城市首先就有这个资源 去开展这些活动 然后 后面大城市虽然说他的竞争 岗位提供的多 然后他竞争也大 但是你要搞清楚 你是个学生 你在学习 你在四年之中 得到这段的经验 是非常宝贵的 你不仅仅是说 我找到一份工作 我把根到老 这样不可能的 你一定会跳槽 不管是谁来讲 你不可能一个工作干的干到了 这样子的话 你在大城市 你有各种各样的面试经验 你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经验 时期经验 兼职经验 你的各行各业在大城市 看起来非常多 你可以就是去尝试 各种你想要尝试的工作 如果你有能力去赢得那份工作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寻找自我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你就是赚钱当然很重要 但是在学习的做学生的生涯里面 其实可以不用看那么重 因为你的机会成本非常小 你的住宿 还有你吃饭 可以在食堂在宿舍解决 你其实你的生活成本不像一般白领 还有上班族那样子的大 然后这个大学在大城市生活 你适应社会 适应了快节奏的社会 那么我想你在适应各种各样 其他的城市的生活 也是比较如鱼得水的 好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反方结尾 下面我们做这个一分钟的最后的总结 我们开始吧 按一下 好的 我认为每个人的生活呢 他不一定要都是去大城市 领着高薪水 或者说在一个非常牛逼的企业工作 在一个小城市 一个小公司 做着一个安逸的生活 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我说了 平凡也是一个选择 人生不一定要活得特别的精彩 在自己的城市 生活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 对不对 起码这个城市 你了解了很多 比任何人都要多 对不对 你不用去大城市 再去另外熟悉一个地方 而且在自己的小城市读大学 也不一定说不会不独立呀 也可以需要独立呀 在校园里面 以后自己去找工作 也是要脱离父母的呀 而且在小城市找到工作 也许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呢 对不对 以后也有机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对不对 在小城市 不一定也是会很闭塞 因为通现通过网络 或者说以后有什么5G啊 更牛逼的科技出来之后呢 也可以享受这个世界 更多的一些视野 对吧 我再总结到这边 正方总结 开始 都说 少不入川 老不出属 这个意思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不要选择安逸 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就是说 大学四年里面 你要不要去大城市学习 不管你大学毕业之后 想在小城市生活 小城市工作而留在大城市 我觉得单就学习而言 你在大城市 你在大城市学会的东西会更多 就是教育上来讲 你学的知识会得更多 社会上来讲 你会经历更多历练 就连骗子 在大城市的骗子 他都是比较精明的 你需要就是不断的磨练自己 才能去适应这个社会 以上就是我的终结 谢谢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方说得更好呢 或者说大家是赞同去大城市 还是不赞同去大城市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那喜欢我们视频 就给我们点个赞 给我们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